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4号星期二 最近中共官方媒体有关习近平的报道出现一些不寻常的情况 尽管有些官方媒体比如说环球时报 新华社最近几天又不断地把习近平放在头版头条 但是习近平本人并没有现身 往往是一些说是什么重温习近平的话或者习近平的指示 或者习近平的一些精神等等 但没有习近平本人亮相 那么今天在中共的官方媒体各大条 包括环球时报、人民日报、新华网都刊登一个消息 说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做出指示 但是进去一看呢 他的指示是七月中旬做出的 关于怎么样防汛救灾怎么样六条指示六条要求等等 再一看那个相片呢 是今年四月份 2018年四月份 习近平当时视察什么长江洞庭湖一带的相片 那并没有新的相片 不管是这个到现场还是这个办公室的相片都没有 那么这个就出现一个情况 这个习近平事实上是在7月31号主持政治局会议之后 并没有露面 那么他后来接着就是北戴河会议 他成的专利是到了北戴河 那北戴河呢 就是他的这个零号别墅也是通宵达旦亮着灯 但是他本人并没有相片或者录像显示 那么到现在是这个8月中旬了 他没有露面 那么这个大局引起了各方的猜测 但一个猜测就是是不是习近平真的像华国锋那样 已经就是退下来了 或者是被限制活动了 但是官方媒体又在大力的报道他 而且他还是主要的报道对象 经常是头版头条 那么事实上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 我认为习近平病倒了 而且病得不轻 因为这个可以这个脉络可以去搜索一下 在7月上旬传出中共内部高层 中南海内部内乱内斗内哄 甚至政变传闻之后呢 接着就看到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新闻 在习近平中上旬出席的一些国际会议中 被外国记者部署了不停的打瞌睡 比如说这个世界银行的会议 这个什么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 还有跟这个什么中欧峰会 欧洲理事会的会议 都习近平不断地打瞌睡 一直在打瞌睡 精疲力尽给人的感觉 当时就分析到说中共的内斗 让他精疲力尽心力焦脆 而且呢 他这个不断地发生口误 比如说在国际会议中 不断地把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或者世界银行等等 说成了世界贸易组织 当然也可能是被中美贸易战打混了头 所以不断地说世界贸易组织 口误连连 结果之后呢 这个瞌睡 这个之后呢 不断地瞌睡表现之后 之后就是出国访问十天 到中东和非洲国家 访问五个国家十天 这十天呢 是这个平均两天 一个国家 这逐渐这个行程 就非常的繁忙 只能加剧习近平进一步的疲劳 而访问的途中 主要的一个项目是大撒钱 继续的撒钱 什么像南非投资一百四十亿 像卢旺达签十五个项目 又给月旦大量的贷款等等 这个引起国内的民众的 进一步的抱怨和不满 接着呢 那在习近平在应该是8月29号 回到北京 7月29号 对不起 7月29号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 当时人民日报或者新华社 有个标题叫习近平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就是主持了一个 主持了一个所谓的政治局会议 强调加强党的纪律 纪律条例等等 那么之后呢 有习近平的声音 有习近平的语言 或者是报道 但是并没有露面 以至于一些外事活动 也没有参与 那么看到的是总理李克强的活动 那么前两天我解读了 这个李克强的上升 习近平的下降 在党内的一个趋势 那么看到李克强呢 这个不断的会见这个外宾 甚至在北戴河会见外宾 会见联合国大会主席 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这个 还会见就是 其他相关的一些外事活动吧 或者是跟安倍 互相致电 祝贺 两国邦交 四十周年 那么这个习近平没有露面 应该说联合国大会主席 英国外交大臣 他应该作为国家主席 应该会见 但是没有露面 那么可以说北戴河会议紧张 那么除了就是李克强 习近平在里面的李生习将 权力斗争 这么一个格局之外 习近平的身体状况 恐怕是一个问题 那么今天这个报道就更加说明问题了 做了防汛救灾的指示 七月份的指示 四月份的相片 那么就进一步说明问题 有可能是习近平病倒了 这个中共是密而不发 这个病倒大概跟这两个月 七月份的八月份激烈的权力斗争有关 这是主要的关系 那么他的极左路线受到批判 这几年的这些极左行为 大权独揽 修宪 废除任期制 国家主义等等 都受到了党内外的围剿 所以不仅是地位下降 地位不稳 应该是精神恍复 身体也下降 所以身体应该出现了相当的状况 那么这次北戴河会议 据说是历次北戴河会议 戒备生年的一个会议 说是军警密布 而且习近平在从北京到北戴河的 专列的过程中 是三步一纲 五步一哨 一直最后停靠在这个北戴河的 所谓一号站台 就如临大敌 整个状况 那么他所下查的这个零号别墅 也都是戒备生年 那么又说是通宵达旦 灯光不息 证明那个斗争非常的激烈 那么后来在会议上 有人这个 昨天我讲了 有人这个发言 号称是神秘人物 是大佬级的 说是代表习近平 训斥中宣部 训斥宣传系统 但是代表习近平 不是习近平本人 这都可能证明了 这个习近平病得不能逝世 病得很严重 所以说到这个洪灾了 其实说到这个洪灾 今年的中国的洪灾相当的严重 长江流域黄河流域都非常严重 各地 甚至东北西北陕西 这些什么黑龙江 一直到南方这些省市 安徽了 湖南了 四川了 到处洪灾的非常严重 有的地方是五十年一遇 比如说前七月份 前段时间 六月底七月初 这个四川省所发生的这个洪灾 成都绵阳等地区 都是五十年为遇的大洪灾 在这个很多陕西 湖南都相当灾情相当严重 可以说近几年水灾相当严重的一次 不断的发出什么黄色警报 橙色警报 红色警报等等 但是呢 今年非常奇怪 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 政治局常委级别的都没有去视察再去 习近平没去 李克强没去 其他常委都没去 都是最多就是一些地方官员去了 这个对比之下呢 七月中旬 日本也发生严重的大雨和洪灾 在局部地区 说是三十年未遇 比如在广岛、爱园、岗山这些县市 结果呢 这个日本首先安倍 安倍晋三是取消四个国家的外访 取消了当时有四个国家的外访行程 他取消了 曾直升去洪水灾地去勘察 去视察 到了岗山县 这个广岛、爱园等地 还慰问这个居民安置点 去查看疏通渠道 亲自安排救灾了这些物质、食物的准备 连外访都取消了 去视察 这是日本这个民主国家 这个首相领导是这么做的 但中国这边没有一个领导人去视察灾情 而且这个灾情是50年来最严重的很多地区 那么习近平不仅没有取消外访访问 而且继续他的行程 10天 而继续沿途撒钱 打撒币 那么这个李克强 这个在内斗激烈的时候 一面到西藏去 所谓考察 然后跑到西藏的庙里去 给自己求香拜佛 烧香拜佛 求得自己的平安 也没有去视察灾情 如果一查李克强的这个所谓的视察 这个防洪旧灾已经是两年前 2016年的事了 就两年来他没有视察抗洪旧灾 就中共高层是如此的专注于权力斗争 忙于这个内乱内斗 以至于连这个民生民情 这些天灾人祸都顾不上了 所以可见这个专制社会 民主社会这个时候的一个差别 所以在这个民主社会 这个领导人你不得不作为 你的选票来自于选民 你有新闻的监督 有选民的监督 而专制国家的领导可以不作为 无所谓 视察也行 视察做个秀 不视察没人知道 没人管 所以在这个 而且今年不仅党和国家领导人 没有去视察灾情 显示内部权力都能激烈 而且还奇怪的是 这个军队今年的解放军很少出动 在局部地区 比如说安徽湖南说 报道说有几支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 去抗洪救灾 非常小 全国范围里都没有 这个没有大规模的出动 按道理过去说是解放军什么人民的军队 都是抗洪救灾的主力 这次反而成了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支流的支流 而且在安徽湖南这一带 说是有解放军出席的时候 这个凤凰网报道引起了民众的愤慨 为什么来说这个这些解放军救援呢 又是尖挑又是手搬 用铁鞦 又是扛水泥袋 在泥水里怎么怎么样 然后后来是坐在这个 泥水袋上吃冷馒头 这个民众和网友非常愤怒 所以这个98年就说抗洪救灾 还要这个要这些现代化的设备 二十年过去了 这些设备在哪里 不过那么多军费 每年是六千多亿 七千多亿的军费 这军费用在了什么地方 为什么就是抗洪救灾 抗震救灾 这些设备都没有 还在用人工 这个解放军的过了几代人了 当年98年的解放军20多岁 就现在已经是中年 现在的解放军是98年那个时候出生的 居然他们还是尖背手调 手扛尖堂 用手工在那里的救灾 而且吃的是冷馒头 食物在哪里 这些抗震救灾的官兵的 究竟他们的食物在哪里 被谁贪污了 居然在泥水里吃冷馒头 说这个民众非常的愤怒 说这个军队现代化 又是这个设备 那个设备 又是什么导弹 又是什么战舰 又是什么航母 究竟钱花在什么地方 给中国人民带了什么好处 结果抗洪救灾居然是这么落后 这个手扳尖挑 就这么一些年轻的士兵 在泥水里泡打 说这个都非常令人愤怒 说解放军没有出动 总代的说没有出动 而且解放军的将领也没有出动 这要联想到这个2008年 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当时那个救灾 温家宝当时非常的愤怒 因为当时这个军委副主席军权控制的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手上说是江西人马控制 胡锦涛调不动军队 温家宝更调不动军队 所以温家宝气得大喊 说是军队的什么人民的军队是人民养的 你们看着办 你们是人民这个养大的军队 你们看着办 然后这个后来温家宝还跑到这个绵阳去 对这个胡锦涛飞到这个绵阳地区 对温家宝表示一个声援 如此而言 欣欣相惜 后来解放军是迟迟到达 都是两三天之后的事情 所以这个现在看来又出现了问题 除了这个八一 习近平没有晋升上将 八一前夕罕见的没有晋升上将 跟军队将领发生了问题 然后习近平又发指示 要这个停止军队全面的这个经商 就是有偿服务 所以引起了这个军方的不满 这是腐败军队 本来就腐败 到处经商 这个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靠矿山吃矿山 靠森林吃森林 靠边防就吃走私 结果你叫他停止经商 停止有偿服务 当然不满 所以这恐怕也是军队不出动的这个原因 而将领也跟这个可能跟习近平适合 很可能跟习近平适合 所以今年没有晋升上将 而解放军也不参加大规模的抗洪救灾 而今年的抗洪救灾是非常严重的 这个在各地都大规模的 甚至新疆都是移动者 就是八千多个防务被冲毁 这个几十人死亡 多少人失踪 连新疆都这么严重 全国各地都严重 可以说 但是解放军不出动 主力部都不出动 然后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不去市场 为了这个内斗 为了权力斗争 把这个国际民生都撂在一边 不管 所以这么一个独裁 这个一党专政 可见给中国带了多少祸害 说在湖南省宁乡市 这个村民 那些当地的居民就讲 这不是天灾是人祸 说当地的洪水爆发 七月份爆发之后 说开始觉得好玩去看洪水 一下就涨了一两米 后来这个大量的市场被冲毁 大量的车辆被淹没 结果见不到救援 政府见不到救援 这个居民是忧心忡忡 后来发现三天三夜 洪水都没有退去 然后后来这个为拖了一些几万辆 被淹的车就花了很多天时间 然后大量的商铺 个体户 他们的商铺商家都被冲毁 结果他们就拿横条的政府去抗议 抗议政府的不作为 结果政府作为了 政府马上派出特警 武警镇压他们 维稳 政府的作为就是维稳 林乡是维稳抢先 马上出现了特警 手持盾牌钢盔 全副武装 镇压这些拉横幅 抗议的民众 但是洪水泛滥的时候 他们不作为 所以林乡的居民有大声感慨 这哪是天在这简直是人祸 还说这个国家如何如何先进 第二大经济体 这个是全面超越美国 结果连一个防洪机制都没有设立好 什么这个 这么大的洪水 为什么没有这个实在的预警 没有提前疏散民众 没有提前的这个 做好这个防汛防洪的工作 仅仅是非常晚的 发了一些所谓的橙色警告 这个黄色警告 红色警告 如此而已 这就是政府的作为 而且不仅如此 在一些地方 这官员的表现令民众愤慨 比如陕西省玉林市 这个瑞德县 发生这个洪水灾情 结果当地的这个官员去视察 这个有一个叫住建局长 张隋刚的人 说是脸上露出了灿烈的微笑 灿烈的笑 还不是微笑 大笑 在受灾现场 视察的时候 灿烂的笑 说这个民众和网民 非常的愤怒 就这样的官员 究竟心里想的是什么 见到这灾情这么惨重 人员死伤 防务冲毁 提拔冲毁 居然满脸 灿烂的笑 出现在救灾现场 灾民就分析 说这个官员 驻防局局长 想到灾后重建工程又来了 他又可以捞一把了 马上又有工程可以上马了 所以他在笑 在偷笑 这就让人们联想到当时2008年 四川大地震的时候 绵羊市委书记谭丽的笑 后来被四川人民 取了个外号叫谭笑笑 当时这个 胡耀邦温家宝都到了绵羊区市场 这个谭丽去迎接 绵羊市委书记谭丽去迎接 然后陪同 过程中 一直脸上露出灿烂的笑 让四川民众非常愤怒 这个大地震 这个豆腐炸工程 大量的儿童死亡 大量的民众死亡 文川大地震 北川大地震 整个这个北川是 这个县城异为平地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作为一个绵羊市委书记 主管北川的绵羊市委书记 居然成了谭笑笑 谭笑风声 面的微笑 他为什么笑 因为他见到了 总书记和总理到了绵羊 给他长脸了 给他站台了 笑得欢了 觉得自己可以 这个这个清明直上升官了 后来他果然升官了 升到哪去了 升到海南省去当省长去了 升官了 但是后来倒霉了 因为他的这个后台是周永康 所以后来在这个选择性反腐中 习近平当政中选择性反腐中 反周永康这个系统 结果把这个谭力也反下去了 这个谭笑笑 最后到了监狱里去了 大概是无期徒刑 现在蹲在监狱里继续笑 所以这就是中共官员的丑陋表现 所以今年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洪灾 这么的灾难 民众基本上是在自救 也就是当地 还甚至还结出当地民众还结出那个丑闻 比如说湖南的民族结出一些丑闻 所以这个当政府发布一些什么 有救援救援人员去救援 救援洪灾中救援 所以排的镜头都是假的 把那个洪水都过了 把人家那个高峰都过了 大雨停了 跑去什么救灾 把这个人推到水里 然后拉起来拍了照 所以救援人员乘坐冲锋舟 在救援民众 说当地民众非常愤怒 说是连抗洪救灾 都是假相片 假新闻 说这个政府堕落了什么程度 这个一党专政 这个所谓的这个执政党 沦落到什么程度 不仅跟人民遥远 跟时代遥远 对人民的这个死 或是不闻不问 所以这个从任何一个角度 都填出民主与专制的差距 如果中国是一个民主社会 绝不至于此 绝不至于把军费 把这个这个维稳费 用那么大都是去控制人民 对付人民 而不这个最终抗震救灾的工具 也没有翻新 抗洪救灾的工具 也没有翻新 设施也没有 最后到了灾害也发生之后 再加上这个官场的人祸 天灾人祸 给人民带来双重的灾难 而反过来民主国家 像这个日本这样的民主国家 这个里面把外交访问都要取消 然后要去抗震救灾 因为它有人民的压力 有选民的压力 你随时可能被人民推翻 随时可能选票把你淘汰 所以这个民主的专制 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对比 优势对比 不是抽象 它是非常具体的 可以具体到你生活中的每一件事 包括毒奶粉 包括假疫苗 包括P2P平台 这些受害者 他们所受到的待遇 这些人民受到了待遇 所以回头来说 习近平的状况 说在两种可能性中 说有多种可能性中 有一种可能 就是习近平病倒了 所以因此 而且还有一个信号 可以佐证这一点 就是马来西亚总理 92岁高龄的马哈蒂尔 要访问中国 访问中国原定的行程是 8月11号13号 也就是中共结束北戴河 他就来访问 那么按道理 这位国家主义习近平 总理李克强等人都要露面 但是这个访问被推迟了 推迟到了8月17号之后 有可能是根据习近平的健康状况 做出的一个推迟 所以如果到时候是一个看点 8月17号 当这位92岁高龄 人家92岁 当总理还出国访问 当上总理首站出访的是 日本并不是中国 而在出访前 他再次重申 要取消中国的一带一路的项目 包括这个什么东海铁路 这个新马铁高铁等等 这些项目 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工程 那么这个92岁高龄的总理 他能够在酷暑季节到中国去访问 而中国领导人 最高领导人到至今没有露面 所以我就奉劝习近平 不要说为国家计 为天下计 就为自己计 为自己的身体计 千万不要再考虑长期执政 终身执政 把修改过的任期制 废除的任期制 再修改回来吧 不要说是为了老百姓 我们就大话不讲了 为了老百姓你没这个觉悟 为了国家没这个觉悟 为了民族没这个觉悟 为了你个人的身体健康 有一点觉悟 有一点觉悟 让自己调养一下 超过两届任期 达到这个高龄之后 恐怕是难以为继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 92岁出任这个首相 那是世界上一个罕见的艺术 这是马来西亚政治 最后不得已的一个选择 马来西亚60年变天 反对派为了找一个人物领军 找不到一个人来对抗当局 最后找到了92岁的前首相 马哈蒂尔来领军 这是一个奇迹 最后马来西亚变天 他变天的背景就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说不 对中国说不 所以习近平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那么在8月17号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访问中国 我会将会揭晓 但我们不去下一个非常决断的结论 然后习近平这个健康 就真的出了那么重大的问题 但不排除那种可能 就是他的权力失事所出现的问题 那是华国锋的问题 但是我要把这个可能性摆出来 极可能病倒了 所以8月17号 马来西亚总理访问中国 将是一个观察点 好 今天我就暂时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谢谢